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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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奴才一直惦记着胳膳 上路送去了食物和药品 去探望他 应该啊 戈四尔好吗 病王爷 戈四尔去世了 死了 死了 他 留下什么话没有 有没有遗书啊 王爷 对 奴才进他绽放的时候 戈四尔已经跪天了 没有留下遗嘱 也没有留下遗言 我二百块银元 给 谁 给谁啊 戈四尔没有家眷 没有亲人 伺候我几十年 忠心耿耿耿耿 大尔汉 怕是再也找不到 这么好的眉 王爷受得极是啊 戈四尔忠心耿耿耿 奴才一直敬佩他 王爷 这 卫队不可一日无眉临哪 戈四尔死了 谁来补他呀 是 是啊 你认为谁比较合适啊 王爷 农才觉得 那幅笔贴式图不单纯合适啊 他适合王爷快二十年了 忠诚 勤恳 恭顺 而且 奴才听王爷指议 这样吧 一个时辰之后 你告诉王府的所有官员 都到仪式大厅 大伙儿合计合计 共同推荐梅林人选 我嘛 我想听听大家的心思 四王国家 四王国家 王府的协力闸篮们 都往议事厅那儿去了 马上就要推举梅林了 知道了 这可是千载难亡的机会啊 奴才全靠您了 这话不对啊 兔袋 你我都是王爷的奴才 做奴才的要听王爷的旨意 可是王爷他听您的呀 奴才的前程 全跌在您手里了呀 这话不错 现在我手里头 就捏着一样东西 头不大 看看 这歌色 歌色在医书里头 我已经举荐老嘎达来接替他的职务 升任为林 那奴才我 歌色这一辈子对王爷非常地效忠 死了就落下一个毡包 清廉忠诚 他的话王爷八成会听的 那我 我 四万国家 四万老爷 您可是早就答应过我的 歌色死了之后 让奴才升任为林的呀 四万老爷 您得拉扯徒不丹一把呀 徒不丹世世代代感激您的恩典 徒不丹生生死死忠于您大管家呀 好 再说一遍 徒不丹世世代代感激管家的恩典 徒不丹生生死死 终于色望大管家 好 起来起来起来 快听清了 您这 我可以帮你当上梅林 但是您得帮我做件事情 这件事情 要用脑袋担保 不可泄露 嗯 四万国家 您尽管吩咐 奴才一定照外 这件事情 现在不说 以后再说 可在儿梅林 应该是在上梅林 你应该是在手之后 你应该是在上梅林 有什么什么事 你应该是在上梅林 我真的应该是在上梅林 你应该是在上梅林 你为我 我今天要语言 你应该是在上梅林 你 升天了 她不光是我的梅林 还是我的朋友 我的 知心人哪 王后啊 不知道还有没有 这么杰出的梅林了 你 把你们各自心目中的梅林人选 都说出来 无论是谁都可以举荐 说吧 禀王爷 奴才推荐笔帖士徒布丹 担任梅林 徒布丹当差十五六年了 对王爷忠心无二 奇物贤熟 正直公道 禀王爷 禀王爷 奴才也推荐图布丹 继任梅林 禀王爷 梅林执掌王府全部兵马 其执权非常重要 奴才推荐协力尼玛 尼玛曾认卫队长多年 是格瑟尔的助手 人望也高 如今 格瑟尔升天了 尼玛正好继任 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请勉王爷 奴才以为 尼玛虽然中勇 但是脾气暴躁 连王爷您 他都敢顶撞 还是徒布丹合适 徒布丹啊 你推荐谁呀 我 说嘛 你也可以举荐自己嘛 奴才听王爷的 王爷说谁就是谁 这样吧 行啊 好好地发送格瑟尔 格瑟尔 徒布丹 这件大事就交给你来办 一定要让格瑟尔走得风光荣耀 一定要让他在天之灵 得到安息 喳 后天正午 府内所有的官员 人差医 都在这儿集中 我要当众宣布新任梅林人选 行 徒布丹兄弟 祝贺你啊 你啊 徒布丹兄弟 以后都祝贺你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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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瑟尔 梅林 我一定牢记您的教诲 我一定牢记您的教会 做好一个好转一打 您就放心走好 尽管放心走好 我可就不认识 是 我 我 你 我 人见大书 葵萨儿没人走得太早了 是啊 王府里啊 啊 再也不会有葛思儿这样的人了 王府里没有了葛思儿没灵 我心里空空的 这一政会啊都开了五六天了 王府里有什么动静没有 王爷 到卓王闻王府上去了两次 不知道他们在商量什么事 要是再这么拖下去啊 忽德尔他们就以为 王爷不守信用啊 人见大书 您有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 该说的都说了 该做的也都做了 现在呀 就看天意吧 好些了吗 好些了 缠他吧 父王有言令啊 谁都不许给我送酒来 谁要是给我送酒 父王就打死谁 那是奴才的忠诚 是啊 你真好啊 来 敏远呀 你虽然是王爷的儿子 但是你却不了解自己的父王啊 我父王 那天下手太狠了 打得我是死去活来呀 疼啊 痛啊 是吧 其实王爷心里呀 比你更疼更痛 他是恨铁不成钢啊 在他心里 一百个我都抵不上一个你 你是他的心肝 是他的希望 是大汉家族的未来 而我呢 只是为他点烟上茶的一个女人 明远呀 你千不该万不该 就不该隐瞒了忽兜的事 你让王爷在众王宫面前施了威望啊 这事啊 我做得太糊涂了 我到现在也后悔 我父王啊 会饥恨我一辈子 不 他会恨你一阵子 但不会恨你一辈子 因为你是他的儿子呀 只要你为王府立过一次功勋 他马上会喜笑颜开 加倍地恩爱你 我说得对吗 对 太对了 听着 现在你好好养伤 只要能够上马了 立刻返回奉田军校 发愤图强步步高升 将来呀 你骑着骏马 带领着精兵强将 杀敌建功 明阳天下 到那时 你再看你父王笑的模样吧 好 你好好养伤吧 谢谢你 姨娘 来 老大大大 你过来 王爷 老大大 你过来 老大大 你过来 王爷 丁马匪的三个条件 施恩给忽断他们 王公们同意招服了 不是招服 是赦罪施恩 是 我再三思虑啊 决定派你去一趟索伦山 面见忽断 代表各位王公命令他们 立刻交出全部武器 下山投降 盟会已经决定了 停止放荒 检出三年税妇 赦免胡德尔等人的全部罪行 不过 王爷 这么重要的事我去恐怕不行吧 那你认为谁行啊 王爷应该派一个重要的官员 比如说像格斯尔美林那样的人 可是 要么色旺 他是我们骑的鹦鹉扎栏 也是个王府的大管家 他如果去的话 我可以引他路 色旺不行 胡德尔绝不肯相信他 还是你去 我考虑了 胡德尔他就听你的话 胡德尔 王爷 我只是个小小的专一党 我代表不了各位王爷 这个你不用私立 我已经有了安排 你随我来 谢谢 我来 八百年前 前仙大汗与数倍余几的死敌 展开了最终的血战 那一日天昏地暗 风雪交价 在最后的时刻 一道闪电照亮了天穷 空中降下了一枚神圣的兵器 苏炉定 仙大汗直起他来冲进敌阵 由此才有了伟大的草原王国 由此苏炉定被蒙古人 视为最神圣的战神 我达尔汗的历刃梅林 都是草原的忠诚勇士 都是苏炉定的后人 今天 我 第十二代达尔汗亲王 纳玛极勒此愣 在 仙大汗的圣灵之下 在神圣的战神苏炉定之险 宣布 纳达木德既任本棋梅林 纳达木德 这 王爷 上前来 就是你 王爷 老大大 从现在起 你就是达尔汗亲新任的梅林长官 我命你统领本棋兵拿 为本王效力 谢王爷 我嘎达尔汗亲王 终于克尔清草原 终于克尔清草原 做一个好梅林 好梅林 那我嘎达 那我们就叫你嘎达尾尼 好 大道明天 骚完管家 您是这该怎么办呀 您可是答应过奴才的 让奴才生日没灵呢 您怎么成全那个臭奴才了 走啊 管家 您说话不算数啊 您走不过那个臭奴才啊 管家 您上了王爷的当啊 我可怎么办呀 让我今天是当众丢丑啊 我丢脸的我 我丢丑啊 我 我还怎么活啊我 上天哪 您让我快点死吧 我不想活啊 别吼了 吼吼 你吼什么 我 给 死去 你死去 你上吊死去 你吊到王林 你吊到王府大门口 你吊到王林的书房 你去吊 你爱怎么吊怎么吊 去死 死死死死死死 救我 怎么了 你舍不得死了 给 给 给给 给你 给你 你拿着刀 你捅个我 然后你把王林捅 听你息头之汗 听你马夫冤居 捅啊 不 你 又不敢死了 那你说 怎么办 他 那个臭小子 他夺了我的梅林 我 我要吃他的肉 我要啃他的骨头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赌代 你是不是狠狠老嘎子 你要说到恨 我比你更狠 你那恨算什么 这个老嘎子 抢走了我的牡丹 害惨了二少爷 不让王爷放荒 他处处跟我作对 我比你恨他 一千倍 一万倍 来 来 来 四王老爷 在下 不 奴才徒步丹 听色旺大管家的话 这就对了 徒步丹 王爷让老高到当梅林 一开始我也很吃惊 后来我仔细一想 我太佩服王爷呀 我佩服得无底头地 怎么你 王爷是在利用这个老嘎子 先给他点甜头 让他忠实地为自己效力 这吧 王爷就要派老嘎子进索伦山了 代表他去向马匪赐恩 这 这霍德尔一看 老嘎子竟然当上梅林 他就会相信老嘎子真是代表王爷 而且他更会相信 王爷要招呼他那是真心的 王爷 是在利用这个狗无才 为自个儿效命 你懂吗 懂了 懂了 斗大 你放心 我一定让你当上梅林 不仅如此 我还会让你 做到我这个位置上 当上王府的大管家 谢老爷 四王老爷 那我要是当上了王府的管家 那您呢 好 我有自己的位置 这个用不着你操心 好 好 好 老大 你还记得我曾经 让你做件事情吗 这件事情 你用脑袋担保 都不许说出去 还记得吗 记得 现在我就要你去给我 做这件事情 不光是为了我 是为了王府将来的王爷 二少爷包明远去做 懂吗 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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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 这老嘎嗒 马上进锁伦山了 他途中毕竟也难过 你事先在那儿 埋伏好 把他杠掉吧 杀了他 你怕了 不不不 不是怕 奴才是想 要是杀了那个狗东西 那谁进索兰山呢 王爷可是派他去 向马匪赐恩的呀 把他杀了 把他杀了 记住了啊 老嘎嘎一死了 你立刻进索兰山 把这把东西交给八头 无论如何 死丫头 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在找福晋娘娘的小狗啊 你看到了吗 就那只黄色的 远眼睛的那个小狗 没看见 老嘎嘎 你看 这就是胡德尔他们要的赦免令 大尔汗的七个王公 可都签了字 交给你了 王爷请放心 我一定把它交给胡德尔 他们提的三个条件 我们全部都满足了 你告诉胡德尔 必须交出全部武器 一支枪都不准留 然后下山过太平日子吧 王爷 胡德尔的原话是 放下武器 不是交出武器 不是交出武器 放下武器 不就是交出武器吗 你是担心 胡德尔不肯交出全部武器 王爷 我认为 他们肯定是不想当马匪的 但是他们可能有保留自己的猎枪 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原本就是狩猎为生的 是啊 本王理解他们的心思 交出了武器 就等于交出了安全保障 对吧 是 这样 你可以告诉他们 先交出武器 人员编入达尔汗卫队 随后我再把武器重新搬给他们 这样 他们就成了 寻编护旗的勇士了 你再告诉他们 凡是失去草场的人 我负责替他们赎回 每人再赏三十只羊 还有 我要开办免费学堂 让他们的兄弟子女全都免费入学 王爷 您真仁慈 我还请放心 我一定办好这件事情 好 那就上路吧 等等 孩子 大明信吧 Wij 我真的有什么 我们想进去 我们的小姐 为了 我们的小姐 我背不着 我们的小姐 我觉得我们的大姐 哪里 我们的小姐 我们的小姐 刘畅 大哥 路上一定当心 有什么事吗 没有 老嘎达刚刚出发 你的马快一定要跑到前面去 好 奴才一定跑到他前头 野狼谷的地方知道吗 知道 那个地方有条大沟 适合伏击 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出来 关家您放心 这回老嘎达一块肉都生不下来 连骨头都让野狼吃得干干净净 好 事成之后 我好好奖赏你 好 快 走吧 好 追 追 好 少爷 您这是干什么 好 我就要离开王府返回军校了 少爷 您身上的伤我还没好意思吗 身上的伤早晚会好 可是心里的痛永远不会消失 佩服啊 奴才太佩服了 二少爷 奴才对您佩服得无体投地啊 行了 行了 说吧 什么事 冰少爷 少爷吩咐的事情 奴才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数日之内 老嘎达 身上每一块肉 都会让野狼吃得干干净净 他的每根骨头都会嚼成碎炸 好 老 您的功劳我记下了 日后我会加倍地报答您 谢少爷恩典 我的父王呢 在书房 要不要奴才去禀报一下 不 待会儿啊 我自己去找他 明白了 去吧 是 这 这 第二天 就在书房 我 在书房 带来 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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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 儿明白 不 你不明白 你只是自以为明白罢了 你告诉我 他为什么会田 为什么会田辱甘露 因为 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仇底的血 包含了先王的泪 所以 他才能够田辱甘露 父王 儿啊 你记住 复仇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 可也是天底下最艰难的事 父王的话 儿是刻苦铭心 儿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儿 走吧 你哥哥在美国读博士 你在东北学军事 父王的用心 我想你应该明白 我就是希望 你们一文一武 都出息了 都成大器 日后 真心咱们达尔汉王族啊 请父王放心 儿儿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好啊 走吧 好啊 嗯 嗯 嗯 人情大叔 人情大叔 嘎达呀 你当成梅林了 你是嘎达梅林了 桃园上最年轻的梅林了 来 大叔 王爷呀 是亲自给我收的长刀银银 大叔 我真怕当不好这个梅林 是啊 我刚听说呀 我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梅林呢 可是掌管着全旗的武装啊 而且几百年来 都是由王公贵族最信任的人担当梅林 而且梅林的地位你知道吗 在咱们王府仅次于王爷和印武扎栏 你说 王爷为什么让你当梅林呢 我想 王爷可能是信任我们 lle 这个东西 也就是要了